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动梁展的中心内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术 正如庄维敏院士在展览前言里面所提到的 这学术包括了梁先生超越时代 领先全球的学术高度 包括了他坚身立足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还有他跨越各个专业的学术支撑 当然这后面还隐藏着一条暗线 这条暗线是梁先生的人格 是甘于做一个快乐的拙将的人格 正是这个人格支撑着梁先生走他的学术之路 今年是梁先生诞辰120周年 自从120年前开始 梁先生走过了他非常繁忙的人生之旅 而他离开我们也接近50年 长期以来我们建筑学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回顾梁先生的学术生涯 包括了我们常设的课程 包括了我们经常举办的学术活动 但是今年这120周年的机会 我们想用另外一种方式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得和我们的收藏 我们希望把梁先生的 原原本本的手稿拿出来 和建筑学者们一同回顾 他的学术思想 和历史学者们一同考察 他的学术历程 还有他一点一滴积累和工作的方式 在我们解释梁先生 和他那个时代之前 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 公布更多的一手资料 栋梁展分成五个部分呈现给大家 一部分是梁先生的求学经历 一部分是梁先生研究建筑史的过程和成果 一部分是梁先生城市规划与保护的思想 一部分是梁先生的设计作品 还有一部分是梁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当然展品接近四百件 我想挑其中的二十件重要展品 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展品 就是奠定了梁思成先生 一生学术的方向的基石营造法式 当然这个营造法式也有它不同凡响的来历 在1925年的时候 梁启超先生寄给美国学习的梁思成和林慧音 一套陶本的营造法式 当然这套营造法式现在收藏在私人藏家手里 我们今天展出的营造法式是朱启超先生私藏的陶本蓝印本 就是印出的字是蓝颜色的 便于用墨笔圈改的那套陶本营造法式定稿之前的蓝印本 傅友梁启超先生给梁林二位老师的一封短信 写的是私成徽音必永保之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套蓝印本的营造法式 朱启前先生亲笔所提 李明仲营造法式朱启前藏蓝印本 当然不久梁启超先生就得到了这个赠本 然后他就把这赠本寄给了梁思成 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 并且留了一封信 说私成徽音必永保之 就提在那个陶本的营造法式上 我们今天看到的虽然是朱启前先生的旧藏 并不是梁启超寄给梁思成的那个本子 但这个本子也弥足珍贵 所以顺便说一句 我觉得梁思成的那份陶本放在学术单位的价值 将大于放在私人收藏家的手里的价值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展品 而接下来我将一步一步地带大家转五个章节的展览 介绍其他的我最心意的展品 展览的第一章叫做求学与归程 求学与归程的历程始于梁思成先生家学 我们必须要提到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 一位博学而严谨的学者 近代史上名声赫赫 留下今天的手稿大概数千万字 在这样的父亲的训练之下 梁思成先生成长起来 当然另外一个必须要提的学者 是林辉音先生父亲 也是梁启超先生长时间以来的合作伙伴 林长民 林长民先生 字号老寿瓜 因为自己很销售 门前还有两棵瓜树 一手对于梁先生而言 一手是梁启超的勤奋和严谨 另外一手就是林长民先生的幽默和豁达 成就了梁先生家学的基础 慢慢成长起来 才有了他后来的一切学术生涯 我们再往下看 当然了 这个梁先生在清华学校的生涯 一定是他的智力上 学业上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不过有很多故事能讲 不过我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倒是梁先生如何认识的建筑学 梁先生认识建筑学呀 知道建筑学 是从林徽英先生嘴里知道的 因为林徽英曾有一段在英国的生活经历 而在那儿 他不仅认识了而且爱上了这个学科 也引导着梁先生走上这个学科 这里面最精彩的一个事情 我推荐的展品 就是林徽英先生在1926年设计的一张圣诞卡 就是这张圣诞卡 当时因为美国教育体制 还不让女生去提了一个工作 特别繁重的建筑系学习 所以林徽英先生去的是school of fine art 是工艺美术系 梁先生去的是建筑系 而在这个圣诞卡里面 林先生给大家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谜语 这个谜语揭示的是建筑学 在林先生心中的地位和意义 我们来看 这张卡 内容是东方三博士向圣母敬献礼物的场景 每个博士手中拖着一个器物 上面分别写有一些拉丁字母 而这三个礼物都是什么意义呢 当时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猛然一个灵感出动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解读才好 一个是painting 一个是sculpture 还有一个是architecture 因为这个三个器物都是圆形的平面 所以只呈现给大家字母拼写的局部 而在这三个器物当中 painting和sculpture都是一个古朴的器物 只有architecture是一个直臂的圆形器物 而这个器物上面的三个装饰的符号 我认为是代表的是盖和器身之间衔接的锁 或者斗胆猜想 在林先生心目中 绘画和雕塑是一个打开的 为大家所知的东西 而建筑的盖子依然等待着林先生梁先生 他们自己去开启 这建筑学是西方开始的学问 要打开建筑学之罐的盖子 势必先得了解西方的语言 那梁先生从小生在日本东京 当然后来他长时间的学习英文 当然在他宾大毕业之后 申请哈佛大学深造的申请书里面 还记录了他有三年德文 一年法文的学习经历 在这个经历基础之上 就为什么服务呢 都为了他更好的把握西方建筑史的学习 在此我特别向大家推荐 我们精心的从一百多张命运多舛的梁先生 手绘图纸中挑选的十二张西方建筑史图纸 包括了四张草图和草图上面 引发出来的这个作业成图 咱们大家可以逐步一张一张的欣赏 但是我就想举这三张为例 来说一说梁先生当时做作业的方式 第一步梁先生要做的 是在参考书 找到参考书 读透参考书 在参考书中间 再找到他想要记录的目标建筑的平面 立面泡面图 然后按比例了解他的绘制方式 形成一张草图 在此基础上再完成成图 更有趣的一点 如果你仔细端长这张成图 最下面一横写的一个括号 里面写的乐大贵 乐大贵是谁 是一本书的作者 好像是罗马的建筑 大厦这种汇总 是很多策略图的集成 梁先生在消化了这本书里面的细节之后 绘制了这些建筑 并把它作业作业交上去 这样的工作 给梁先生练就了非常好的手头工地 而且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建筑比例的这种训练 一直到后来 到梁先生给学生们讲课 到他六七十岁到晚年的时候 这种工地依然显露无依 他可以随便非常如意地在河北上画 他想画的西方传统建筑的各种图纸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钦佩的 这个启蒙教育的底子呀 在进入下一个单元建筑史研究单元之前 我一定得补充一件 我特别喜欢的展品 这个展品实际是 梁先生在去美国留学之前 的一个自拍照 多么快乐而富有挑战的场景 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 用相机给自己做自拍 而那款相机呀 是1880年的德国高资相机 当然后来如果我们回头看 后来梁先生去各地做古建筑踏查 所照的所有的照片 大概无外乎三类 一类呢 就是大画幅的相机 今天我们去现场去取景 会一般的相机取不下来 大画幅 第二类是120的相机 底片大概是方的这么大 第三类 据费正清费贝梅他们回忆 是梁先生还有一个小的莱卡 那应该是一个135的相机 所以照片基本是这几种 去现场带这些设备 也挺挺劳苦的 所以看完它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单元 建筑史研究与破译天书 好了终于进入第二单元 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 因为我是学建筑史的 我难掩心中的兴奋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推荐的是五组展品 每组有几件代表性展品构成 第一组 也就是标志着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高峰 回到中国这个事件的作品 是梁先生对季宪独乐寺 观音阁和山门的研究 这一组展品 十几件 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两件 第一件 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得到 学生在做的水彩渲染 这个水彩渲染 当时营造学社的前辈们 花了很大的精力完成 每一笔都是经过多少次的渲染涂刷 当然和他并列着 重要性我觉得几乎在我心目中 无出其有的 是当时梁先生还准备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是季宪的两座 辽戴建筑的英文版论文 在梁思成全集里面 并没有录入 这两个建筑的这篇论文 是达字稿 当然还有梁先生专门批注的手稿 红鼻写成 如果有机会 能把其中一页手稿翻过来 还能看到梁先生 教孩子英文时候写的 写的是啥呢 写的是 All men have noses 思成 也算卖 思成 has a nose 这显然是一个父亲 特别有爱心的教孩子时候的手稿 这是在这组展品里面 一张是水彩旋 另外一件是英文港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本单元的第二组展品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赵州桥 当然我们面前的这一件赵州桥的模型 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接展作品 是六十年代遗产院的前身 中国文言所做的 我特别喜欢这件展品的原因在哪 在于它内部 厂间拱券内部 你看所有的食材分缝都被雕刻了出来 你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一般的观察者能够观察到的视角 这个匠心确实令人钦佩 这件展品的背面呢 有很多历史照片 作为过渡 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看 梁先生和莫宗江先生 在当时调查时候的合影 梁先生年老之后 回到赵州桥的照片 以及梁先生和我导师 顾代恒老师 在赵州桥的合影 看完它们 我们可以转身 就看到当时梁先生写的国际SCI 一篇论文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可以说是梁思成先生的第一篇国际SCI 写的就是赵州桥 当时要给国际SCI投稿 多得用打字机 你看这是一个打字稿 封面有梁先生的手记 当然这个打字稿旁边的图板说明 我把它翻开了 能呈现给观众 梁先生这款打字机的特点是 句号特别深 当然配合这篇论文 还加了一张梁先生画的一个无名桥的草图 包括他后面为了图像中国建筑史所画的赵州桥的图也在这里给大家一并展示 中国建筑史这个单元第三组重要的展品我挑的是映仙木塔 两张照片一张测稿 这两张照片就是我身后的三二张 我们可以从木塔的整体照片上看到 塔叉下面这有一个小黑点 这黑点是南天门 人可以爬楼阁爬到顶层 从南天门钻出来 梁先生和莫先生就钻出来了 梁先生专门照了一张塔叉的全景 而莫宗江先生在这儿露了个小头 不妨想象一下 莫先生在这个位置 那梁思成会退到什么地方才能把塔叉取全拍这张照片 我们通过王军老师对莫先生的采访 还有一段生品音频记录 特别生动的说这段故事 当然不能不说测稿 幽默的梁先生也在他的测稿上 留下了对这段故事的记录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就是这张测稿 应先木塔的塔叉呀 可以用金尾仪量着他的全高 但是细节每一部分的长宽高 各种计和尺寸 非得爬上去量不行 这是旁边金尾仪的测稿 这是细部的测稿 在这张测稿上你可以看到 梁先生专门画了一个小人 抱着塔叉的腹波 多么生动的场景 多么有趣的老先生 当然那时候还是小先生 在建筑师研究单元里面 怎么能不提佛光寺 怎么能不提佛光寺东大殿 但是我并不想重复 精床的故事 提记的故事 灵魂音和宁公寺的故事 我倒是想说说 佛光寺东大殿的图纸 实际是梁先生他们一行 辗转到了南方之后 所绘制的 要知道那时候 绘图纸都很难得 而草图所用的绘图纸质量 都非常的差 非常低劣 而绘图的那一笔一画 又是多么的恭喜 标注又多么的认真 我们所看到的 后来特别漂亮的成图的出现 又是经历了多少轮 耐心的琢磨推敲 更改和重画 Tristan Pepper可能在当时很难找 所以很多都是 一遍一遍重新绘制的 当然更感叹的是 当时出的第七卷 引导学生会开 没有先进的出版技术了 没有我们可以见到 之前所印的 铜板铅板的技术 只有实印技术 是学社的前辈们 一个字一个字写 用能够承受得起的纸来印刷 这是心血的凝结 我想用梁先生在礼庄工作室的照片 作为建筑师研究单元 推荐的最后的一组展品 实际有两件 一件当然是这工作室的场景 在礼庄 阴冷潮湿的环境 梁先生在画图的时候 往往他受伤的基柱 不能支撑特别稳定的制图 所以他经常在下巴上面 下面垫个花瓶 但是我们已经不知道 那花瓶原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就找了一个 穷州瑶的常见的气形放在这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 梁先生下面下面垫着花瓶 把他擦着正亮的马灯 挂在那儿画图 放着音乐 他会说 一边画着大佛 一边听着音乐 这是神仙的日子 那个音乐 我们经常会想到 梁先生最爱哼的尊于 舒伯特的那尊于 当然在礼庄的工作 一方面是调查西南古建筑 另外一方面 梁先生还承稿了一部著作 当然也注视了 赢得法师的很多内容 承稿这部著作非常有趣 我想是作为这组展品的 下一个要点给大家看 就是他所做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成果 大概主要部分完成于李庄时代 而他的命运如此的多传 以至于他真正出版的时间 已经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后来当然这套书 这书里面这套图成了很多人 做梁先生粉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图纸实在是太精美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 我们不只有当时梁思成绘制的 后来又出版的五十九张成图 在我们建筑学院还藏有四十一张 当时为成图所做的草图 而这个草图里面 所有的修改 所有的批注 每个字所设定的高度和宽度 无一体现出的梁先生 自称浊将的道理 浊到极处便是巧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建筑历史单元 我们进入第三个单元 这个单元最最最重头的展品 是这么一组关于北京规划的 和保护的手稿和文献 第一份 梁思成先生写给我们周总理的 关于北京中央行政区规划的 意见的信 铅笔手稿 第二份 梁先生写给聂荣臻市长的 关于北京规划的信 毛笔成稿 这封信的铅笔底稿 留在我们建筑学院 有机会的话 我想一并呈现给大家 当然 上述思考的成果 就是我们熟知的良辰方案 关于北京中央行政区的规划 由于档案涉密的原因 相关的一些彩色图纸 我没法呈现给大家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能看到梁晨规划原来的蓝图 和印刑本的面貌 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好在我们建筑学院还收藏了一份 诸如此类这些思考的基础 其实是梁先生几十年以来的努力工作 几十年以来对遗产的认识 这里边一定要说起他早年所做的一些工作 他在这边的展规里面 对遗产保护的思考 其实更源于对遗产的热爱 我们在这个小环境里面 有很多梁先生过去工作的记录 比如说早期的故宫文元阁的实册和修缮报告 后来祈福孔庙的测绘和修盛计划 包括祈福孔庙的照片上面提写的各处残坏的情况 当然也有很多接下来的珍贵的手稿 思考很多问题 太原的规划 有梁先生的批注 还有梁先生很多手稿 有反复的修改批注 有的还要用复写纸重新写一遍 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最推荐的展品 倒是两张关于重庆文庙修缮的计划 当然这两张图里面 图纸本身底图并不是梁先生绘制的 底图里面所有细节问题的勘察和意见 却都是梁先生亲笔 要知道 那时候梁先生身体状况非常之不好 而这套图的保存至今 也颇令人唏嘘 重庆文庙已经不在了 梁先生为此所做的很多档案工作 留在了重庆档案馆 当年是复制剑 而我们现在展出的 却是梁先生当时所做的原图 请原谅我没有展开说梁先生的规划和保护思想 因为故事实在是太多 我们在他旁边这个单元就进入了 梁先生的设计成果单元 设计成果我们当然一定会提到国灰和纪念碑 咱们还是先说纪念碑 因为它毕竟更建筑一切 人民一圈纪念碑 设计过程 拥居了无数梁先生的心血 最代表性的展品 我们这里有两件 一件是梁先生写给彭真市长的信 这封信是毛笔手稿 中间架杂了很多梁先生所描绘的纪念碑和周边建筑 和参考的图样 非常生动 而字字工整 这个信的底稿 也是存在我们建筑学院 引导学说纪念碑 再有一个 是梁先生写的G&M的设计经过 这个经过是圆珠笔手稿 也是整理之后 梁先生亲手腾抄的 他的底稿我相信不知梁先生写了多少回 当然 纪念碑的设计 其实我相信梁先生经历了很多的之前的思考 因为在他一生中 设计过很多非常重要的著名的纪念碑社 包括梁启超的墓 王国伟的墓 等等 那请允许我非常简短的时间关系概括了一下梁先生 挚爱的而且投入了很大精力的保护和规划事业 而进入下一个单元 梁先生的设计作品 在梁先生一生设计作品里面 我也是举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国徽设计 国徽设计始于1949年10月份 林辉音先生挂帅的 墨宗江先生参与的国徽的第一稿 早期的稿子 我们建筑学院发现了当时稿子的很多材料 而我们建筑学院也在这个老材料的基础上 也进行了一些复制和呈现 这早期的国徽设计方案 而后来经过了很多轮的讨论和改正 最终形成了最后的国徽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面 我想公允地说 梁先生的贡献在于 真正以一个国际的标准设计水平 来呈现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的会议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体现的是梁先生 对整体设计的把握 图案的把握 象征意义的把握 和一切艺术的和实现艺术方法的这种呈现 在这个国徽方案面前 我们只能感谢那代创作者 梁先生从他的建筑历史研究 到文物保护思想 到规划思想 到他的创作设计 其实一切的一切 仿佛只为一件事做铺垫 便是建筑教育 成就下一辈 下下一辈的人 这个事情 如果按思路来说的话 可以上诉到 梁思成先生回国之初 回国之前 甚至是梁启超先生 为他鼓励的一条道路 首先在东北大学 创立建筑系 当然那个时候 是在清华创立建筑 在清华教书 可能是个温柔乡 但是在东北大学 创立建筑系 却是人生的一个挑战 到后来 在成立清华大学建筑系 这段故事 我们有三件 非常重头的展品 呈现给大家 第一件 是梁启超先生 给梁思成的信 我们这三张手稿 原件 两页 是梁先生 启超先生的侄子 滕超 一页是梁启超先生的亲笔 是非常珍贵的稿子 当然这是 所有建筑教育事情的开端 第二件展品 在这个展柜 可以看出 梁先生 恭敬认真的笔迹 抬头便是 月寒我师 月寒 就是梅校长的字 在这封信里 广阁小凯 毛笔写旧 绝少图改 里面 陈琴了 他很多想法 创办建筑系的重要意义 创办建筑系的路径和方针 以及 创办建筑系 对于战后中国重建的作用 字字真情 字字 心性流露 当然 也能召唤出我们很多回忆来 当时梁先生 和林辉音先生 一直在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人才的那些故事 能勾连出很多往事 这一组展品里面第三件 实际能够澄清很多历史上的误会 这件展品 是当时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老和梁先生 和清华大学的梅校长和陶宝凯签订的一个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中国建筑研究所和建筑系 而这个研究所 却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延续 很多人说 营造学社1946年以后就停止工作 其实并没有 我们今天建筑系负担的很多的责任 历史的责任 研究的责任 面向未来的责任 都是继承的中国建筑研究所的使命 这件展品尤其重要 而且也是第一次拿来向公众展示 我心目中梁先生建筑教育最重的第二组展品 一共有三件 又是三件 第一件在这儿非常小 但我觉得它意义非凡 是我们老校友中景元先生捐献的 第一届学生捐献的学生证 在学生证的次页 详细的记录有每一门课程的名字 这件展品可以大致勾勒出 梁先生被建筑系学生们所做的课程设计和规划 这一猪一马实际是我的最爱 是当时梁先生用来训练 培养勾起学生 对艺术的审美水平提高的重要的教具 这三彩的马呀 我后来反复地观察 它颈部的棕毛那儿 留有一个凹槽 它尾部那儿也留有一个凹槽 我甚至有时候在想象 是不是当时梁先生看到它的时候 或者在之前古人在塑造它的时候 颈部会编织一个棕毛 安装上去 尾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当然这是我敞开思路畅想的一个事情 小猪的这事啊 在老先生里面说的就很多 刘丽老师曾经提起过 梁先生用一个玉珠来教育学生 胡少学老师也提起过 梁先生用陶珠来教育学生 梁先生把学生召集到家里面 把小陶珠让每个人逐一抚摸 问你们谁觉得陶珠造型这个曲线 好 学生们当时有些不理解 全没有人抢着发言 于是梁先生说 你们谁能觉出 这个陶珠造型的骨骼的味道来 那么你可以毕业 否则的话 你再慢慢修炼好了 但是我并不敢肯定 死陶珠便是笔陶珠 但是在我心目中 当然 这个陶珠是我们建筑学院收藏至今的唯一的一个名气陶珠 在我心目中 它不仅是一个名气 只是体会老先生 对于艺术体位和追求的这个气 这是一个最精简版的刀篮 挑选我觉得最重要的展品 简要给大家介绍 但无论如何简要 我一定把这件展品留在最后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因为我们看到过梁先生的手稿笔记 铅笔的 圆珠笔的 钢笔的 毛笔的 我们看到梁先生画的图纸 渲染的图纸 看到很多影像资料 照片 我们也看到一些食物资料 小猪和三彩的马 但是这件展品 是唯一一件 我们现在发现的 能听到梁先生声音的展品 这有力的风 with an east-west orientation the secretariat building would get the maximum of both light and ventilation in New York I believe this will not only make it more comfortable for the people working there but will allow them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it will save a lot of money in the air conditioning equipment for the building itself 不少的建筑费 我没有见过梁先生本人 但是有了这件展品 拉近了我和老先生 那辈的距离 是我心里 真正被触动的那一刻 今天我简短的导览 其实只是 这个展览的一撇 而这个展览的内容 又只是梁先生 留到今天的 学术成果的一撇 而梁先生 留到今天的档案文献 又是他厚重的 学术生涯的一撇 如果用一个词来 结束今天的导览的话 我想说的是 快乐的拙将 非着将不扎实 非快乐不久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顽略的荣 Zeh